位居台北盆地南邊的翡翠水庫 長年以來都以嚴格限制開發 水質優良而聞名 但是在2015年的蘇迪勒颱風過境時 台北人打開水龍頭 流出的卻是黃濁的自來水 才發現原來長久以來 翡翠水庫竟然供應不到三成的水 還必須要另外從水庫興建管線 才能夠避免再次喝到髒水 過去在歷史上 台灣人的水源來源主要是開造水井 或者是直接就進去用池塘水跟河水 但是同個水源有可能在更上游的地方 才剛有人排泄完畢而已 這樣的用水品質也助長了傳染病的蔓延 於是在日本人統治台灣之後 決定徹底改善飲用水的問題 並且從當時往來台灣跟日本航線 主要停靠的淡水跟基隆開始相關工程 在1899年供應淡水地區自來水的 護尾水道完工 取用的是大屯山山腳下的湧泉 當時評估水質狀況良好 所以不需要特別經過處理 就可以直接供應民眾使用 到了1902年 供應基隆地區自來水的 基隆水道完工 水源則是來自於市區南方 位在暖暖的基隆河支流西式西德河水 由於天然河川本身的生態系統 可能會有對人體不利的維生物或金生蟲 所以日本人同時在暖暖 興建具有過濾設備的淨水廠 至於台北市內的部分 在1907年開始相關的工程 從公館觀音山的山腳下 取用新電溪的河水 由於同樣需要經過過濾 因此一旁也設置進水廠 在1909年完工 開始供應自來水到台北市區 直到現在都還在運作 並且在2000年設立自來水博物館 正式對外開放 而在淡水、基隆、台北之後 其他市政陸續建立自來水系統 到了1937年 全台灣已經有111個市政設立完成 不過這個時候的現代化水庫 數量還不到實作 而且多數水庫的主要目的 是用來發電或灌溉 所以大部分市政自來水的水源 還是從湧泉、浮流水 或者是上游沒有水庫的溪流取用而來 也就是說在這個時候 水庫跟民眾日常的飲用水之間 並沒有那麼大的關聯 不過當人口快速增長 再加上工商業的蓬勃發展 台灣乾季、雨季分明的氣候條件 沒辦法確保一年四季都有穩定的供水 各大河川的上游 陸續興建水庫 不過已經設立的自來水廠 並沒有因此遷移 所以水庫出來的水 還是會先流在河川當中 直到抵達自來水廠的取水口為止 各地的自來水廠也是彼此獨立 當地方經費不足 無法更新老舊設備時 就會有供水不穩定 或者是水質不佳的狀況 為了改善這個問題 台灣省政府決定推行區域集水制度 促進水資源的有效利用 並且提升自來水的補給率 在1974年 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將128座自來水廠併入到公司當中 只不過台北市已經在這之前的1967年 升格為之下市脫離台灣省的管轄 所以成立自己的台北自來水事業處 除了供應台北市的用水之外 還包含周邊的三重、永和、中和、新店等等鄉鎮 然而在人口持續飆漲的狀況下 即便台北都會區雨季較長 但是到了下秋的季節 還是經常傳出缺水的問題 所以在1977年 時任台北市長的林陽港 決定在主要水源的新店溪上游興建水庫 經過評估之後 選定了新店溪的支流北市溪 作為水庫的所在位置 也就是今天的翡翠水庫 不過在準備興建時 卻遭受到了劇烈的反彈 原因是翡翠水庫距離台北只有20公里的距離 一旦遭遇到地震 或者是敵軍來襲 直接把飛彈對準水壩 受損潰堤之後湧出的河水 會在沒有緩衝的情況下 直接摧毀台北 因此指控林陽港是預謀要水洗台北 甚至冠上共匪同路人的名號 然而水庫的工程並沒有因此被取消 10年過後的1987年 翡翠水庫完工開始供水 由於興建的經費全部來自於台北市 市政府後續成立台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成為一個位在台北現金內 但是歸台北市政府管轄的奇特狀況 配合翡翠水庫工程 另外在水庫下游 地勢比較平坦的直潭興建進水廠 由台北自來水事業處管理 成為另外一個位在台北現金內 卻歸台北市政府管轄的設施 而每天200萬立方公尺的出水量 供應了大台北地區70%的名聲用水 後續又透過一連串的工程 支援淡水、氣質、板橋、盧洲、新莊、泰山、湖谷、巴黎、土城等地 歸屬台灣自來水公司區域的用水 不過設置在新電溪一旁的直潭興建水廠 並不是直接就近取用河水 而是在上游1.7公里的地方 另外設置直潭壩 攔截河水之後再透過引水道送到興建水廠內 另外還有一條引水道是從更上游的粗坑壩取水 而這座粗坑壩的歷史還可以回溯到1907年 當時利用驅尺到小粗坑之間的新電溪區流段高低落差 從粗坑壩攔截河水 透過引水道抵達位在小粗坑的發電廠 帶動渦輪進行水利發電 這也是台灣的第二座水利發電廠 直到現在都還在使用中 雖然翡翠水庫完工之後 台北已經不太有缺水的狀況 但是翡翠水庫一年的流量只有12.6億立方公尺的水 而台北自來水事業處 每年都會從新電溪取用8.9億立方公尺的水 另外翡翠水庫的蓄水量是3.3億立方公尺 也就是說如果翡翠水庫要完全供應台北自來水的話 那平常根本存不了多少水 可能連調節乾淨的用水都有困難 所以說直坦淨水廠取用的新電溪河水 其實不只來自翡翠水庫而已 更嚴格的說法是主要來源並不是翡翠水庫 從地圖上可以看到直坦淨水廠更上游的新電溪 是由東側來的北氏溪跟南側來的南氏溪汇流而成 北氏溪的極水區涵蓋了石定平林雙溪 面積為310平方公里 而南氏溪的極水區主要是烏來 面積為332平方公里 雖然兩邊的流域大小差不多 但是南氏溪的流量通常比北氏溪還要大 因此設置在下游的直坦淨水廠取用的河水 有差不多74%是來自於南氏溪 水量不足時才會請翡翠水庫特別放水 不過還是要先跟南氏溪的水混在一起 才能進入到直坦淨水廠的飲水道 長期以來這樣的運作機制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到了2015年蘇迪勒颱風過境時 南氏溪夾帶著大量泥沙 超過了清潭淨水廠能夠處理的極限 再加上並沒有停止取水 造成淨水廠內水池混濁 隨著管線流到家戶內的水也跟著變黃 引發民眾搶購礦泉水 期間曾有聲音質疑為什麼翡翠水庫沒有放水稀釋 但是受到取水口的位置限制 翡翠水庫即使放水 還是會跟南氏溪混濁的溪水 餐成殺尿牛丸 所以如果要放更多的話 還有可能造成下游淹水 於是在蘇迪勒颱風過後 台北市決定設置新的飲水道 讓清潭淨水廠可以在颱風過境 或其他南氏溪河水過度混濁的狀況下 直接從翡翠水庫取用乾淨的水源 經費上看20億元 中央補助其中的8億元 工程在2019年正式開工 經過4年已經將隧道貫通 預計在2024年可以通水 這條飲水道先在翡翠水庫的大巴下游 約1公里的地方 興建蘭河宴 再從蘭河宴飲水 進入長2.7公里的隧道 抵達小粗坑發電廠的飲水道 再導流到由粗坑坝 到清潭飲水廠的飲水道 預計每天可以取用270萬立方公尺的水 已經大於清潭淨水廠的處理量 未來當南四溪的水源狀況不佳時 可以從翡翠水庫放水 經由這條新的飲水道 直達清潭淨水廠 還能夠把多餘的水再往南供應 降低颱風來襲時 各地淨水廠因為水源混濁 停止或減少取水所帶來的影響 你覺得各地的淨水廠 應該要像翡翠水庫一樣 拉專用飲水道嗎? 歡迎分享在留言區 也別忘記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朋友知道 翡翠水庫終於可以直接供水到淨水廠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